汽轮机喷油试验是为了检查危急遮断器的飞锤,是否卡色? 确保飞锤在汽轮机发生超速时,能迅速飞出遮断汽轮机。 当汽轮机运行达到2000小时,或机组正常运行中,无法进行机械超速试验时,需要进行喷油试验。 在汽轮机转速为3000转每分钟时,可开始进行喷油试验。 首先将试验杠杆调至试验位置,并保持不动。 缓慢开启冲油试验阀。 使低压透平油注入机械超速保护装置微及保安器的偏心飞锤底部。 当飞锤所受到的油压力与离心力之和大于弹簧力。 飞锤被压出,打击碰勾,使微及遮断阀的泄油口打开,复位油压向置零。 因试验滑阀的泄油口,被阀体堵住。 在二级节能空板,以及冲油压力的作用下,主油路的油压并不会下降很多。 隔膜阀的油压,基本保持不变。 因此气轮机不会停机。 当试验结束后,关闭冲油试验阀。 待复位油压恢复正常。 可松开试验滑阀打至正常位置。